父皇是个穿越者 我一出生就听到了他的心声 咦 这就是将来的恶毒女配 这么软蒙可爱怎么就长歪了呢 不行 我要好好护着她 朕的女儿只能做大女主 刚开始的确如此 她教我自尊自爱 不要依附于男人 告诉我女孩也能顶半边天 可后来就变了 她没眼艳增地瞧着我 说我没有办点女儿家的规矩 让我跪在佛堂里抄佛经 而我也听不到她的心声了 一 八岁的时候 我大概明白了穿越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皇来自另一个时空 在那个时代里 无论男子女子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那是一个大同的时代 而我也搞清楚了我的身份 在父皇的认知里 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本书 我是书中的恶毒女配 将来会为了一个男人黑化 向她摇尾起连献上加果 只为让她多看我一眼 可她对我除了恨就是艳增 在她与另一个女子大婚共享天下时 我则会发疯火烧工为反而烧死了自己 我浑身着火从城墙上跳下的那一幕 为她的婚姨增加了一抹艳色 她和那女子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看着我熊熊着火的尸体说 呃有恶报 一切终于结束了 父皇将这些情节当成故事讲给我听 告诉我女子切不可贪于情爱 为了一个男人不值得 更不值得为她犯错 若一个男人需要你亲近家国才肯看你一眼 那么这个男人看中的绝不是你 而是你的家国 再者 这世上每一种感情都弥足珍贵 爱情固然可贵 但亲情 友情 家国之情同样重要 若一样 感情需要你放弃另外一样感情才能得到回应 那么这感情不要也罢 真正好的感情是互相融合的 能接纳你的亲情 友情 也能尊重你的家国之情 荣华 你是世上最好的珍宝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你该有更远大的抱负 更坚定的内心 万不可如那女子一般 为了一个男子寻死密活 你若如此 父皇会失望的 他面容严肃地教育我 心底却悄悄松了一口气 都交到这个地步 他应该不会再走上恶毒女配的路了吧 哼 朕的女儿谁也别想欺负 等以后那个男女主来到京城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她们赶走 谁也别想踩着阵的荣华上位 我笑了 抱着她的手臂 要她把我拉高高 她高兴地让我掉在她的胳膊上 将我拉起又放下 拉起又放下 我笑得尖叫出声 欢乐飞向云端 又从云端落入心里 我想我应是不会成为恶毒女配了 为了父皇 我也不会 她是我的明灯 是我的软肋 是我的灵魂栖息地 为了她 我愿意改变 但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 二 红元七年的时候 天降大雨 连续下了一个月 父皇许久未曾进入后宫 他忙着处理前朝的事情 抢收 洪水 饥荒 灾民 天下似乎一下子不稳固了 我撑着小伞在脚门等父皇下朝 听到他和德公公说话 治国莫大于成贪 若不能杜绝修低贪腐之事 镇拨多少银子下去 都是进了蛛虫的肚子 肚子国尤为可恨 此事背后并然有他的手笔 等钦差回来 镇绝不会迅思 陛下 一个清灵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曾经陪您一起读书的份上 饶了他这一回 陛下 求您了 杜妃很美 比母后和我见过的其他公妃都美 母后曾告诉过我 在我出生前 杜妃一直都是父皇心肩上的人 可后来 父皇听了母后的劝告 语录君瞻 杜妃便与其他妃子一般 没什么显眼处了 可如今 他又来了 细语如丝 让他浑身带了雾气 雾气凝珠 浸湿他的发 双眸红巢 如芙蓉气露 浑身上下 透着若不胜衣的脆弱感 他真的很美 父皇威正 玄疾正色道 你起来 你可知 因你哥哥贪腐 十里长堤 被暴雨一冲就垮 淹了山下十几个村子 死了几百号人 还有数千人 无家可归 若不惩治他 敏怨难消 我愧为人君 陛下 杜妃妻力教道 您忘了 当年您遇刺 是哥哥背您回来的 他为您吸出毒血 自己却半死不活 若非遇到神医救命 他已是一批黄土 您许诺他共荣华同富贵 您忘了吗 杜月如 私事是私事 国事是国事 他的好政绩的 他的恶政也要惩治 朕是皇帝 不能公私不分 包庇嫌犯 此时你休要再提 父皇断然拒绝 我松了一口气 我不洗肚子果 每一次公宴上 他总笑得一脸神秘 仿佛旁人皆蝼蚁 唯有他清醒且自知 我总觉得 他连父皇也不看在眼中 陛下 若月如以命相求呢 杜妃哭了 父皇长叹一声 月如 你的命是命 那些百姓的命也是命 你看得到你哥哥 你族人的命 看不到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的命吗 你回去好好想想 生死是大事 不要耳系 杜妃呆呆的愣正住 却又在父皇走动的瞬间 猛扑过去抱住父皇的脚 父皇重重倒了下去 他的脑袋磕在青石板上 那一刻 我看得清楚 德公公伸手扶他的瞬间 被身边的小太监拉了一把 杜妃被侍卫快速控制住 他明明被人禁锢着 唇角却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硝狼 我多希望你还是从前的那个硝狼 哈哈哈哈 硝狼 我的硝狼 你回来吧 这一年 我十岁 我撑着伞愣正当场 那里乱哄哄的 一个小宫女快速接过我手中伞 将我推在花架后面 旋即她转身就跑 但脚门开了 一个侍卫迅速将那小宫女捉住 她来不及惊呼一声 就被侍卫拟断了脖子 我满腔怒意被死死压抑在喉咙处 亲眼看着她砸在地上 伞掉落雨中 悠悠然转了几个圈 她的眼睛透过花架缝隙无神地看着我 又透过我 后来 我知道了 她的名字叫花枝 多好听的一个名字啊 三 父皇病了 我也病了 杜妃被母后关进冷宫 但她不哭不闹 每日只问一件事情 陛下醒了吗 父皇没醒 但我醒了 我急切地抓住母后的手 讲那一日发生的事情 母后静静地听着 她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冷静道 在你父皇醒来之前 这件事情你烂在肚子里 以后万不可对人说出来 父皇会醒来的 我笃定 母后沉默了 她紧紧抱着我 身子轻轻发抖 荣华 若有一日 你父皇醒来后变了 你也要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你不要慌 不要怕 要记得曾经的父皇 曾经教导你的话 千万不敢忘了 你答应我 答应我 我不过迟了一些回答 她的声音便变得很利焦虑 直到我轻轻点头 她的一滴泪 才重重砸在了我的肩窝里 荣华 我的荣华 硝狼 你一定要醒来啊 后来的后来 我想了很久 才终于明白 母后和杜妃 都在呼唤他们的硝狼 可他们的硝狼并不一样 四 父皇终于醒了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将杜妃迎出冷宫 迁居凤鸾宫 身为贵妃 那是最靠近父皇寝宫的宫殿 大而华美 从前 母后觉得那里太过精美华丽 维护起来劳民伤财 便将那里闲置 可凤鸾宫重开了 那偌大的宫殿摇摇一看 如神仙府邸 水池中雾气缭绕 莲花一簇簇开满池塘 汉白玉台 蜿蜒至池中亭 杜贵妃的笑声从那里酿出 惊飞了一只水鸟 有人得意 就有人失意 失意的是母后和满宫嫔妃 被身斥的身斥 禁足的禁足 曾经与杜贵妃有举语的 都在这几日得到了报应 母后领到了一张 身斥她失得无解的旨意 命她交出掌公之权 她面无表情地交出宝印 便封闭宫门 再不外出 父皇醒来 做的第二件事 便是生肚子国的官 让她做了上书令 参议军国大使 统领六部 直接处置人财物 她贪腐之事 被轻轻一笔带过 成了过往 反而从前父皇重用的一些官员 则被罢黜流放 抄家灭族 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 我也是宠了 我曾经溜出凤一宫 到父皇的养心殿探望她 父皇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拧起了眉头 她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反而细细地看我扮上 谋底难掩厌恶 粗鄙狂野 没有扮点女儿家的样子 以后吴赵不得来此 去跪在佛堂抄经 收一收你的野心 我 有野心 我怎不知 跪在佛堂里 一笔一画写经的时候 这个问题 一直在我脑海里晃荡 心经二百六十字 金刚经五千字 六祖谈经一万两千字 棱岩经最长 六万两千一百五十六字 这些经文我反反复复地抄写 心中的欲念似乎淡了 也望却如春草般疯涨 抄写经书的第五年 我停了笔 渐渐明白了一件事 我的确有野心 那野心在我无情无欲的 外表掩饰下 爬满四只百海 这一年 父皇开恩科了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子 一举夺魁 正是走入众多朝臣的视野 他叫陆玉章 一个从泥泞中走出来的人 历经坎坷崎岖 终于迎来大道 春风得一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越马扬鞭 飞奔向十里网川 在那里参加诗会 扬名立万 赢得了豫章公子的美名 这一年 还有一个孤女来到京城 意外救下国公府老夫人 被老夫人做主 收在国公名下 成了国公府一女 她叫宋婉熙 这段传奇经历被众人送扬 连我在后宫都听闻了 人人都赞国公府有情有义 羡慕宋婉熙夫妻身后 无人知道 她其实是一代一圣的弟子 在将来 她会靠着一首出神入化的医术 与陆玉章相得一张 在京城大放异彩 男女主登场 属于我的剧情似乎开始了 这一年 我十五岁 该办及机礼了 但坐在主位上 等着我行礼的人 并不是我的母后 而是杜贵妃 得了父皇的恩宠 她更加娇媚 一举一动 散发着华贵的荣光 她如同一只娇气的猫 慵懒地打了一个喝歉 她的侄女杜雪佛 如今二八年华 时常进宫陪伴她 是她最宠爱的小辈 杜雪佛越过众人 笑音音对我道 皇后娘娘身体不适 由贵妃娘娘 代替皇后娘娘 接受公主行礼 公主请行礼吧 不可能 母后今日难得欢喜 她一早就穿上了皇后华服 等着仪式开始 看我对众人祝福 她今早还摸着我的发 说我儿已大 笑似乃父 我和她都知道 她说的父皇 是那个曾经疼爱我 将我捧在掌心的父皇 她怎会突赶不适 是杜贵妃扣下了母后 她想要众人看清楚 谁才是后宫之主 即便我是嫡公主 也要对她奴言蔽息 杜贵妃神色傲然 唇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目光满是不屑 左右命负林立 虽敢压抑 却垂眸低下头去 一言不发 而我的父皇 只是神色定定地瞧着我 不满之意 密不没语 可她来不及说什么 人群中就传来一阵骚乱 无数刺客忽然冲了出来 直击父皇 在一个刺客 即将刺向父皇时 我拉住人群中 惊慌逃避的杜雪芙 将她推到了父皇面前 她惨叫一声 替父皇挡了一刀 倒在父皇的怀抱 而父皇推开她 拉住杜贵妃今生连叫护驾 我立刻靠向人群中 看似狼狈闪避 实则极有章法的 女主宋婉希身边 随着她一起顺利逃脱自杀 宋婉希惊恶地看着我 动了动嘴唇 却没有说什么 刺客很快被拿下 陆玉璋一人 凭借着高超的武艺 护住了帝王安全 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 落草为寇 习武练剑 就是为了手刃帝王 为家人报仇 曾经父皇为杜子国挡下的刀 如今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无比震惊 和杜贵妃争吵了起来 高高在上的帝王 似乎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的宠妃和她的族人 干了许多恶事 这些恶事多多少少 动摇了她的江山 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凤丸功 传出了杜贵妃的哭诉声 而我则在偏店 看太医救治杜雪佛 太医们束手无策 杜雪佛的刀口伤在心上 他们没有把握 差不多宣判了杜雪佛的死刑 杜雪佛想活 她流着泪 目光阴切地盯着店门口 她在等杜贵妃来救命 我上前在她耳边轻声道 贵妃娘娘正在和父皇吵架 可能一时半会儿顾不上你 好可惜啊 你本来被刺得不重 可父皇摔了你一跤 刀口又深了一些 和贵妃娘娘比起来 你什么都不是 父皇对贵妃娘娘才是真爱 杜雪佛眸光恨恨 是你 是你推我 若不是你 我怎会如此 我要让姑父杀了你 让爹爹杀了你 她好蠢 我喜欢 我倾笑出声 你知不知道 只要我在这把刀上 轻轻推一下 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杀我 眼望殿里等上八十年 你恐怕才能等到我 她表情惊恐 你敢 我笑着将手握在刀上 她眼泪流了出来 求求你 不要啊 我快速拔出了刀 在我拔刀的瞬间 宋婉希走了过来 快速地按压 止血 缝合伤口 她的动作有条不紊 行动之间 透着从容不迫的美感 我恍惚了一瞬 这就是女主啊 和我真的不一样 五 那个穿越者父皇 曾经给我讲的故事里 我这个恶毒女配 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吉吉宴 只是一个舞台 虽会聚了无数贵人 却只是为了 让男女主闪亮登场 刺客大闹吉吉宴 我无意之间 被刺客推倒 替父皇挡了一刀 就是这一刀 让我和淡漠的 父皇之间有了情谊 为我以后得到父皇宠信 为男主当牛做马 做好了铺垫 而男主会拥救父皇 让父皇看到他文武全彩 为以后统兵打下基础 我会因为他的救命针 对他一见倾心 从此沦陷 一次次奉上真心 一次次心狠手辣 为他扫清障碍 又一次次被他 以道德之名教训 而女主则一展医术 对我也有了救命针 而我忘恩负义 一次次因为他和男主亲近 而打压他 陷害他 最后一次次被打脸 反击 毒害 掌握了这些剧情 我也曾想过 是否要走一走剧情 为父皇挡一刀 但我想了又想 还是不想这样做 那个爱我的父皇 千方百计地教导我 就是希望我避开剧情 希望我自强自立自爱 所以 我永远也不会去用苦肉剂 伤害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好身体 我才能重谋策划 让那些刺客 悄无声息地入宫 提早行刺 杜雪佛这个蠢蛋 是最好的棋子 他为杜贵妃冒头 就要做好被我反击的准备 他替父皇挡了一刀 对父皇有恩 我很想看看 一门两宠妃的未来 杜贵妃若是知道 自己有朝一日 要和侄女争宠 表情一定很精彩 而杜子国 我很想看看 他在妹妹和女儿之间 到底会选择支持谁 宋婉希包扎好伤口 走了出来 她神色宁静地看着我 面上戴着剑冠生死的淡然 我从袖中拿出一个匣子 递给她 这是给宋姑娘的酬劳 希望你喜欢 宋婉希迟意着打开看了一眼 就迅速合上匣子 眸中狐疑一闪而过 又推辞道 此物太过贵重 臣女不敢要 我淡淡道 拿着吧 此物留在宫中多年 她医院无人能用它 送给宋姑娘能让她物尽其用 也不辱墨了她 匣子里是一株百年仙鹤草 是毒草 也是仙草 御医们保守 不敢轻易用这个药 而宋婉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 喂的就是这一株药草 她的医生师父 当年发现了宫中密室 假死从宫中脱身 伤了身体 要是无医 苟延残喘地活着 宋婉希孝顺 研究出了一个药方 只缺这一株仙鹤草 在剧情中 她和陆玉章相互配合 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了无数牺牲 才拿到了仙鹤草 匆匆带回去 却闻听师父已死的消息 万般努力化为乌有 那是她最艰难的时刻 陆玉章陪着她 两人感情绪猛增加 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同伴 这么凄惨的事情 我当然见不得 所以 我一早就准备好了这药草 父皇希望我一事顺遂 现在 我和陆玉章 宋婉希都是初次相见 我们没有深仇大恨 我愿意把这善意分享给她 宋婉希愁愁片刻 接下了仙鹤草 对我郑重许诺 此物对婉希的确有大用 多谢公主赐药 日后若公主有需要 婉希一定竭力帮公主一次 那太好了 我希望你进宫陪我一年 姑娘可愿意 我笑应地看着她 目光充满期待 宋婉希气息一致 良久才到 好 她匆匆出宫 当夜就离开国公府 奔赴家乡 我则信不走到了御花园的池边 在那里撞见了陆玉章 陆玉章正与杜子国对峙 杜子国大概听闻 刺客与她有关 她急匆匆赶来 擅闯恭维 应是想在父皇面前澄清自己 而陆玉章则是父皇 刚刚任命的侍卫统领 自然要阻止此等于举行为 杜子国嚣张惯了 怎会将一个小小的新科状元 放在眼中 立刻命人扣压下陆玉章 陆玉章被压着跪在地上 满面肃杀 谋中屈辱 就在此时 我款款上前 六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剧情中 因为陆玉章对我有救命针 从此我如中犬一般 对她干脑涂地 我很想看看 若我救了陆玉章 她对我会做到什么地步 就在剑拔弩张的那一瞬 我走上前去 平静道 杜大人 恭喜 杜子国唇角一丝嘲讽笑意 哦 何喜之游 她老了 不是从前我在宴会上看到的 那个众人皆最过独醒的人了 她病角泛白 眼角皱纹横生 眉心中间的树纹 添了几分凶相 权力迷人眼 一天到晚算计人应该挺累吧 我面不改色 笑颜 杜小姐舍身为父皇挡刀 救了父皇一命 父皇爱然无恙 全是杜小姐的功劳 只不过 不过什么 杜小姐刀口在心上 虽太医全力抢救 但终究损疾根本 以后身上也会留疤 杜小姐的婚事 恐怕会受影响 杜子国的神色一灵 很快又松懈下来 她大概想到杜雪佛 为父皇挡了刀 那么 她刺杀父皇的事 自然是无稽之谈 老臣自有打算 不劳公主费心 我带杜大人过去 父皇在凤鸾宫 杜子国很满意 我如此识相 她轻偏演陆玉章 默然道 陆郎君是新科状元 但老夫见过的新科状元 有数十人 你猜猜 那些人如今都在哪里 她张狂大笑 大步离去 我对着陆玉章淡淡一笑 也转身去了 大宁开国 至今科考五十遇次 有五十多位状元诞生 但那些人在朝堂上 大多数并没有走很远 有人被贬 有人被流放 有人死了 有人成了雍臣 只求活着 还有人成了杜子国的党羽 陆玉章和他们都不一样 在剧情里 他是走得最远的那个 他踩着我的尸骨 推翻了一个皇朝 踏上了自己的鼎盛辉煌 如今 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我走出很远 回眸去看 却发现陆玉章也盯着我 目光幽深 如同寒谈 气 杜子国拜见父皇 被父皇骂了一个滚字 他乖乖退下 又被父皇一句滚回来叫了进去 两人不知说了什么 杜子国出来后 眼睛微红 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眼睛 那一派纯粮模样 仿佛一招重回那时少年 这一场君臣相见甚欢的戏 让我很是溺味 父皇对杜家的宠爱一如既往 即便杜家以外妻 专权到人神共分的地步 他也不变出心 我朝曾有过一段 外妻专权的时期 外妻之乱花了十年 才平定下去 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后来的皇后 一律选自平民之家 我的母后 便是一个九品小官的女儿 母后被选为皇后 外祖父也只是升任了一个 从无品的官 杜贵妃则不同 她出自阎陵渡市 渡市辉煌时 曾一门三宫 她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 案例她不仅不能为后 甚至不能入宫 可偏偏她与父皇互生情愫 又历经生死 为了入宫 更是一碗爵子要喝下去 换来太后准许她入宫的机会 因为此事 父皇与太后母子恩断一绝 自此不复相见 太后去世时 面朝门口 一直殷切地等待见父皇最后一面 然而 她并没有等到 父皇站在门口 始终没有跨进去 太后病天时 慈宁宫一片痛哭之声 父皇也在哭 只不过 她是躲在杜妃的怀里哭 哭她的伤心难过 和心里跨不过去的那一道坎 我想 这大概就是 穿越者的父皇说的恋爱脑 在剧情中 我和父皇的恋爱脑是一脉相承的 可如今旁观这一切 我只觉冷得慌 父皇不会不知道 外戚专权的可怕 汉时 吕氏外戚专权 刘氏子孙被屠戮过半 吕后过世 刘氏反杀刘氏全族 连带着与吕氏亲近的刘氏子孙 又遭屠戮 父皇子嗣不疯 只有一子一女 其中 最年长的便是我 和强悍的杜氏比起来 我们微不足道 我想 在父皇眼中 我们两个孩子 比起他伟大忠贞的爱情 也是微不足道的 等杜氏彻底架空父皇 等待我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父皇可以天真的相信他的爱情 但我不能相信杜氏 八 杜子国转身绕去偏殿 杜雪佛已醒了过来 他哭嚎道 是萧荣华推的我 若不是他 我怎会挨这一道 他还威胁我 说要杀了我 杜子国一把捂住他的嘴 你给我记住 你是自愿为陛下挡刀的 从来没有人推你 你明白了吗 杜雪佛还想说话 我走了进来 向杜子国轻声解释 杜大人请见谅 当时情况紧急 太医束手无策 贵妃娘娘正与父皇商议刺客之事 杜小姐丧失意识 我只能拿话击他 让他有求生之志 好成此时机拔刀 至于推丧之事 我或许慌乱之中碰倒了杜小姐 但的确并非有意 杜雪佛激动道 你说谎 你根本就是故意为之 他激动之下 伤口争裂 我叹息一声 缓缓道 杜小姐 当时若非我正好带着宋小姐过来 你的命恐怕已经没了 我若真想害你 就不会救你 你可以不认我的救命之恩 但不该颠倒黑白 我转身离去 杜子国信语不信无所谓 我只想让他知道 在他的宝贝女儿 身受重伤的时候 他的妹妹 根本就无暇顾及他女儿的生死 我很想知道 在妹妹与女儿之间 他会怎么选 杜雪佛在宫中住了下来 杜贵妃调拨了六个宫女 贴身伺候杜雪佛 其中一个叫做花银的宫女 很快脱颖而出 他带杜雪佛如自家主子 百日里仔细周到 晚间一不解待 等杜雪佛好了 他受了一大圈 杜雪佛曾问他 为何如此忠心 花银安静道 您是奴婢的主子 奴婢对主子好天经地义 杜雪佛笑得得意 你倒是一条好狗 他自得的使唤起花银 在后宫如同自己家一般 脾气骄傲的 比杜贵妃还嚣张 被杜贵妃连番 敲打了几次 才收了信子 杜贵妃已打算 在庆贺杜雪佛商誉的 公宴结束后 送他出宫 为此 他特意向父皇 求了一道 赐封杜雪佛为郡主的旨意 一切就绪 只带公宴 那日 沉寂许久的皇宫 仿佛苏醒了一般 到处张灯结彩 荧光闪烁 杜雪佛一身粉红衣裳 头上灵蛇即娇俏动人 眉心凤凰于非的花店 精致而华丽 手持倾罗小扇 透着这个年纪 特有的名念娇憨 父皇含笑连连点头 不由地赞了一句 雪佛花冒参赐事 不愧是杜家的女儿 杜贵妃笑着笑着 脸上淡了下来 终有一人自太真 雪佛花冒参赐事 此句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 写的是杨贵妃 杨贵妃曾是寿王妃 唐明皇妇夺子妻 初时将她养在道观 后又纳入宫中成为宠妃 而世人都说 杨贵妃长得像 唐明皇已故的宠妃舞会妃 更讽刺的是 寿王是舞会妃之子 我不知杜贵妃是否想到此 但她面上明显不渝 她年近四十 每日都在吃养盐汤 可岁月无情 每人迟暮这一日 终归要来临 娇颜明媚的杜雪佛 曾是她无聊宫廷岁月的开心果 但这果实太鲜美 反而碍了眼 她浅浅一笑 是啊 萧郎可是想起当年 父皇尚无所觉 懒着杜贵妃哈哈大笑 没错 当年你我一如是 可如今你我都老了 杜贵妃的手微微攥紧 那道赐杜雪佛为郡主的旨意 便没有送出去 只是给了杜雪佛一些珠宝赏赐 杜雪佛明显失望 却只能咬牙谢主隆恩 一杯杯地喝着闷酒 那一夜 父皇被杜贵妃关在门外 道歉了好酒 她说自己知道错了 她不该说那句老了的话 她说 她的心肝宝贝永远年轻 老了的是她 她混账得厉害 杜贵妃没理会 父皇在门外排怀了许酒 喝酒解闷 然而 她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枕边人 竟然是杜雪佛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 偌大的宫殿响起两声惊叫 一个是父皇的 一个是杜雪佛的 而杜贵妃面色铁青地站在门口 她干脆利索地 给了两人一人一巴掌 杜雪佛被一顶小轿送出了宫 而父皇神色奄奄地去上朝 杜贵妃彻查凤鸾宫 查出来是喝醉的父皇 拉着喝醉的杜雪佛谈心 两人最后互相搀扶着回了请殿 他们曾前去禀报 但杜贵妃的宫门怎么也敲不开 那一日 杜贵妃砸了华丽的凤鸾宫 又哭又笑恍若疯癫 她口中反复念着 是之丹西 有可说也 你之丹西 不可说也 你之丹西 不可说也 哈哈哈哈 萧郎 我将你盼回来又怎样 又能怎样 然而 这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父皇在朝堂上心神恍惚 群臣们趁机让父皇立太子 因为杜贵妃不能生育 后宫中有儿子的只有理财人 而理财人怀孕时 父皇身体里的灵魂 是我穿越者的父皇 如今他对那个孩子不仅无感 反而深恶痛绝 在他心中 那是一个别的男人生的野种 让他立一个野种为太子 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偏偏 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父皇大怒之下 打了几个大臣板子 下朝之后 面对的是被砸了一地的宫殿 杜贵妃跪坐在地 审思恍惚 仿若失智 那一刻 父皇心疼了 他流着泪 拥着杜贵妃一起跪坐在满地凌乱中 郑重许下承诺 我不能给你皇后之位 终究赴了你 我向你保证 太后之位一定是你的 他当即下旨 赐死理财人 将那个年仅五岁的儿子 过继到杜贵妃名下 圣旨到了理财人的宫殿 理财人拼尽力气 挣脱刺死的嬷嬷 跑到母后宫前 咚咚磕头 大声叫着救命 鲜血很快从他的楼上流了下来 他仿佛不知疼 每一下都磕得无比用力 凤一宫的门开了 母后身着潮服 端装滑跪地站在门口 他命人将理财人 掺进凤一宫保护起来 自己则带着宫女嬷嬷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凤鸾宫 侍卫将她拦住 他霸气地推开人闯了进去 父皇和杜贵妃正相亲相爱 互相喂食 母后的闯入打断了这温馨时刻 父皇怒吓 谁允许你闯入此间 给朕出去 母后手中高举一道旨意 淡然道 太后所赐一旨让臣妾不得不来 陛下可以不认母亲 但臣妾身为儿媳 却不敢不孝 太后是父皇心中的一根刺 她没能见太后最后一面 在笑意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她面红耳赤 眸光喷火 却终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并不理会她 而是看向杜贵妃 质子无辜 你抢了她在身边 还要杀她母亲 她长大后会恨你 怨你 若她不恨你 不怨你 不为自己母亲申冤 便是个无情无义的白眼狼 以后自然也不会孝敬你这个养母 即便将来你当了太后又如何 曾经的太后便是你的将来 太后的下场 有目共睹 父皇为了杜贵妃与她闹翻 从此死生不复相见 她临死前眼睛是圆睁着的 这是死不瞑目 我没见过太后 却听过太后的故事 母后说 从陛下的角度讲 太后棒打鸳鸯 铁面无情 是个专横的人 可在其位谋其正 太后在那个位置上 就不能只考虑陛下的喜好 她要考虑的是江山稳固 国泰民安 她冒着亲生子不认自己的风险 也要断绝度假的外妻之路 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母后说 一个人要做些实事 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选择了一拨人 就会得罪另一拨人 谁也不能幸免 只看将来这件事实功试过 太后不后悔 娘也不后悔 杜贵妃气急 张智 我在宫中专宠多年 可曾对你们母女赶尽杀绝 若非我不能生育 我稀罕旁人的孩子吗 今日这个孩子我要定了 即便他死 也是我的儿子 本宫不稀罕他的孝顺 本宫只要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他疯了 母后看向父皇 冷声道 陛下当年 让太后含恨九泉 如今也要让 另一对母子天人永格吗 陛下若要杀李财人 那臣妾便是 拼死也要将的孩子 抢来养在我名下 若陛下免李财人一死 臣妾自愿帅满宫妃嫔 入上林安为国祈福 此生再不入宫门一步 成全陛下与贵妃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佳话 他高举着一指 跪了下去 那一刻 父皇被震撼住了 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他死死盯着母后 良久 从尺缝中挤出几个字 正准了 现你三日内离宫 后来 我想了很久 大概想明白了 他或许在母后身上 看到了太后的影子 他怕母后 因为母后是另一个 他无法打败的道义的存在 三日 时间很紧 但满宫嫔妃却如蒙大赦 或许 和冰冷的随时 可能丧命的皇宫比起来 上林安的确是一个好去处 母后很快就收拾好了东西 她唯一放不下的只有我 是夜 我和她一起在宫中的小佛堂跪拜 母后盯着佛像出神 佛像冰冷 无知无识 却是无数工人心灵 唯一的慰藉 你还记得那个父皇吗 他是的好人 当年 他问娘愿不愿意离宫 娘是动心了的 宫廷寂寞 脸树上长了几颗果子 都是可以拿来消遣的事 可娘看着他 说不出口 娘离宫容易 他却要冒极大的风险 掩盖娘的踪迹 他才刚来 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娘不能拖他后腿 娘说没想好要什么 他让娘想好了告诉他 这一想就想了好多年 娘心里的话 没来得及告诉他 他就走了 转眼间物是人非 如今 我总算能离开宫了 可荣华 你该怎么办 以后你会遇到 数不清的为难事 你无依无靠 又该怎么办 他握着我的手 背从中来 猴头哽咽 我轻轻在他耳边道 娘 父皇说过的话 我一直都记得 您和娘娘们放心地走吧 女儿谁也不靠 女儿可以靠自己 等你们走了 我才能大展拳脚 才能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 第三日 满宫的娘娘都来与我辞别 我收了许多小物件 林平的香囊 陆昭仪的话 何常在的藏书 张飞的小香瓶 诸如此类 摆了满满一桌子 离别时 李才人是被架出来的 他腿软得厉害 已走不动道 望着凤丸宫的方向 眼泪长流 他的儿子 我的二弟萧绍 也被送入凤丸宫 当此别离时刻 也不能再见一面 他被掺上马车 发出一声极其压抑的悲鸣声 我送他们到宫门 母后轻轻对我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的父皇会保佑你的 我点了点头 他决绝地放下帘子 马车缓缓驶离皇宫 徒留我一个 晚间 凤丸宫里 萧绍哭得厉害 我提着宫灯求剑 被杜贵妃拒绝了 我将萧绍尝完的 一只锦断小老虎交给宫女 让她转交萧绍 那宫女进去一趟 很快就出来 将小老虎扔进了扎斗 什么破玩意儿 也只当我送一趟 害得我平白挨了一顿骂 那宫女认完东西 很快进去 根本没有发现 我在宫墙外依旧站着 我身边的宫女 忙将小老虎 从扎斗里捡出来 拿手绢擦擦 她气红了眼睛 我淡淡道 哭什么 这才只是刚开始 可我不仅不想哭 还莫名有点兴奋 可能我天生 是当恶毒女配的料 越是这种时候 我骨子里好斗的血液 越是沸腾 10 宫里 萧绍和杜贵妃 斗智斗勇 萧绍只有5岁 她在宫里见多了人 并不认生 只要耐下 性子多轰轰 自然会认杜贵妃 可偏偏杜贵妃性子交金 她自己都需要 父皇时时刻刻哄着 根本没有多余的耐心 分别萧绍 三天时间 萧绍哭哑了嗓子 紧接着 她病了 杜贵妃也憔悴了 情绪激动之下 和父皇又发生争执 一个孩子 让凤鸾公 在屋之前的笑语欢声 我询问了几个太医 得知萧绍是饮食不周 肠胃有些不适 再则便是心病 这是别人帮不了的 只看杜贵妃 能不能真的用心 若她真能呵护萧绍过此官 以后两人自会建立母子之情 可惜 我又一次想错了 杜贵妃离开了凤鸾公 只留下一群丫鬟嬷嬷 照看萧绍 她自己则住到了父皇的寝宫 成了我朝开创以来 第一个与皇帝同情而眠的妃子 这是殊荣 弹劾杜贵妃的折子 如雪花片一般涌上父皇的桌案 那些折子 或劝得文雅 或骂得直白 都在说父皇无德 逼皇后离宫其福 令后宫无主 妖妃横行 提醒父皇 莫忘了伤咒王打几之祸 杜贵妃气得砸了许多东西 她发完脾气 又悲伤得懒静自顾 妖妃 本宫倒是想做妖妃 可本宫现在还有资格做妖妃吗 她身边的宫女红了眼睛 娘娘 您在奴婢心里是最美最好的 您带陛下一片真心 若非您干脆果决 陛下的身体如今还被妖怪站着 哪里轮得到那些大臣说话 奴婢看啊 他们就是见不得你好 以前陛下的心上也只有您一个 他们怎么就不弹劾 非要现在弹劾 都是吃饱了 撑得没事干了 杜贵妃醒悟过来 是啊 怎么非要在现在弹劾呢 有她哥哥在宫外撑着 那些大臣怎么敢弹劾她呢 除非杜家出了变故 她当即命人去杜家查 便查出来一个惊天大霹雳 杜雪佛怀孕了 而她的哥哥杜子国 如今正跪在御书房里 对皇帝流眼泪 杜贵妃当即杀了过去 便听到杜子国呜呜的哭 陛下 您给个准话 那是皇嗣 奴才不敢不报 更不敢随意处置 一切都听陛下的 您让雪佛生他就生 您让他死 臣一样谢主隆恩 只求陛下明示 父皇支支吾吾 半场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吞吞吐吐的吐露了自己的意思 你我兄弟一场 我自然不会让他去死 可月如怎么办 他 他不会同意的 杜子国哭得更伤心了 哎 陈的妹妹虽被交错坏了 可他一向最疼爱雪佛 绝没有看着雪佛死的道理 那 那行吧 萧承 你敢 杜贵妃冲了进去 狠狠的一巴掌 打在了父皇的脸上 杜子国惊住了 四周的太监宫女 齐齐跪下 低着头气都不敢出 而父皇一张脸殷勤不定 他看着杜贵妃 那张极恨交加道扭曲的脸 冷冷抓住他的手 恨声道 杜青说得对 你就是被交灌坏了 来人 将贵妃禁足奉丸宫 无罩不得外出 杜贵妃不敢置信 他眼尾泛红 情急之下 脱口而出 陛下也不必将我关进冷宫 干脆将我赶出宫去 从此生死不复相见 那才如你的意 那便如你所愿 杜贵妃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一顶小叫 抬出宫去 其实他只要拉下脸去 求饶一举 毕竟在他眼中 这整个宫里其余的人都没有自尊 他也忘了 父皇的身边可没有高利氏 会那般顺着唐明皇的心意 乖巧地提醒他 贵妃在宫外缺一小时 让唐明皇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 将杨贵妃接回宫 父皇的身边只有一个德公公 他在送杜贵妃回宫的当天 就用同一顶轿子将杜雪芙接进了宫 杜贵妃瞪大眼睛 一口气将自己憋晕过去 而已经没有人将这一切告知父皇了 十一 在杜雪芙进宫后 我将萧绍接到了自己宫中 德公公亲自送他过来 我请他喝一杯茶 他笑眯眯的接过 难得放松地喝了一口 上一次在公主这里喝茶 还是好几年前了 五年 那时 穿越者的父皇还在 他会在下朝后来母后这里和他一起坐一坐 我才刚学了茶道 认真地洗手烹茶 为他们倒上一杯 顺便也递给德公公一杯 德公公总会笑眯了眼睛 老奴也跟着陛下享福了 那时候多快乐呀 如今我茶艺精湛 但喝茶的人已经不在了 眼尾有了点点晶莹的微光 他说老奴好后悔 那一天 我要是稳稳地扶住陛下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 他猴头哽咽 悲伤地闭上眼睛 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小声道 你没错 你也不该服的 如果服了 你也不在了 我想起了那个叫花枝的小姑娘 她还是一个小小的女孩 却那么机灵 聪慧 果爵 如果不是她舍身相救 我也不在了 杜贵妃既然敢做这件事情 就做好了充分的安排打算 后来 我无数次复盘了当日的事情 才看明白一点 那一日的侍卫 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他们看似 捉住了杜贵妃 其实目光一直盯着父皇 若父皇当时没有晕过去 我相信还会有人给父皇来一下 十二 杜雪佛如愿进了宫 他刚开始还收敛 后来发现 整个宫中只有他一个妃子 便又重新嚣张起来 扶张浪费 奢华迷烂 比杜贵妃还要华贵 宫女太监们 伺候他一个 比当初伺候整个宫里的妃嫔都要忙 当宫女急匆匆地告知我 他在御花园里教训萧绍时 我心中是爱意 怎么也克制不住 蠢货有时候还挺烦人的 我赶到御花园 杜雪佛正捧着肚子 一脚向萧绍踢去 以后走路看着点 不知所谓的东西 碰坏了我 你有九条命都不够赔 我冲过去 一把拉过萧绍 杜雪佛那一脚落空 尖叫着 差点摔倒在地 幸而他身边的花银得利 一把稳稳地扶住杜雪佛 他自己反倒被虚胖的杜雪佛 压得憋红了小脸 我的肚子 肚子没事 娘娘莫慌 花银急忙安慰他 我吃笑一声 一耳光抽了过去 啪的一声 打歪了杜雪佛的脑袋 他算打门子的娘娘 这宫里唯一的娘娘 只有杜贵妃 杜小姐 你进宫这段时日 父皇可曾分你什么封号 谁给你的胆子教训皇子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杜雪佛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 冲上来就要和我拼命 花银死死将他抱住 小姐 肚子要紧 千万不要上当 杜雪佛似乎醒悟过来 他离我远了一些 咬牙切齿 好手段 你想谋害皇嗣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我一定会告诉陛下 我摇摇头 满脸遗憾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告诉又怎样 你能见到父皇吗 再说了 就算你这胎掉了又怎样 有人会感谢我的 和那个人比起来 你在父皇心中 一文不值 你 杜雪佛气红了脸 我吃笑一声 牵着肖绍的小手 转身离去 身后 花银正劝告着杜雪佛 小姐 你小心肚子 生气没用 咱们还是快想想法子 让陛下给您个封号 你要抓紧时间 万一杜贵妃回来 贱婢 我需要你教我 他给了花银一耳光 花银闭嘴了 晚间 我听闻 他在花银伺候他洗脚的时候 居高临下的给花银道歉 那时 我气急才打了你一巴掌 这个朱钗 你拿着吧 一只朱钗 就抵消了那一巴掌 和花银被打掉的尊严 有时候 我在想 父皇曾说过的那个时代 是一个梦 还是一个仙境 真的会人人平等吗 真的会打人 就是犯法的吗 我不能理解 但我想了又想 若将那个时代的制度 引进到现在 恐怕 消逝王朝是最先消逝的 仅平等二字 就是在与所有的贵族对抗 那样要付出的代价 是无比惨重的 杜子国隔天送了两个人进宫 陪着杜雪佛 并警告他 他顶多只能再拖住杜贵妃一个月 若这一个月杜雪佛 不能想办法赢得父皇的心 那么等生下孩子 他的死期就到了 杜雪佛慌了 他不顾孕期 让花银将他打扮得花枝招展 在后宫入口处 一直等着父皇 那一日 德公公引着父皇到了那里 笑道 当年娘娘时常在这里 等陛下下潮 娘娘对陛下可真是一往情深啊 父皇正满怀感伤 便看到一个女子 穿着杜贵妃最喜欢的胭脂色衣衫 梳着华丽的凤头 金钗入病 格外灵动 侧颜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杜贵妃 那女子微微一笑 低垂了眉眼 柔声道 臣女见过陛下 父皇晃了晃神 那一晚 凤鸾宫偏变的灯亮了好久 天亮后 宫中多了一个妃子 叫做雪妃 杜雪佛不太满意这个封号 因为他名字里就有一个雪字 他更希望要一个别的字 以此展现陛下对他的恩宠 可惜 并没有 天亮后 父皇体内的药物已经散尽 脑子回来了 稀罕地想起杜贵妃 生怕有朝一日杜贵妃找他麻烦 将光禄寺送来的一众封号 全部化掉 只随口吩咐了一句 就叫雪妃吧 13 我听了忍不住笑 给对面风尘仆仆归来的宋婉溪 添了一盏茶 宋婉溪有些拘谨 她更不清楚 为什么我要让宫女 当着她的面说这些宫中隐私 我并不多说什么 问她归家后的事情 她稍显欢愉 脸上神色轻松 坦然道 多谢公主的次要 就是我父亲的命 父亲 是我的师父 在我心里 她便如我父亲一般 我呜一声 笑道 何该如此 那要总算有了价值 宋婉溪默了默 公主有什么需要臣女做的 请尽管吩咐 只要不违背良心道义 臣女一定全力以赴 我笑了 我喜欢她 她就该如此恩怨分明 若我真是剧情里那个 在杜贵妃手下讨生活的可怜公主 遇到这样光风际月 惊艳众人的宋婉溪 我会喜欢她吗 我想 我会羡慕她 也会嫉妒她 因为 那个一暗自卑的我 根本没有那么宽宏雅亮 能够和光同尘 我可能真的会变成 那个人增狗贤的恶毒女配 无数个抄写佛经的日子 我在想 为什么我对有救命之恩的陆玉璋 会干脑涂地以身相报 对同样有救命之恩的宋婉溪 却会恩将仇报 恨不能生蛋其肉 我想 这大概就是环境的力量 是穿越者的父皇所说的 无处不在的男权思想的影响 它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以男子为尊 以取悦男子为己任 让女子软下身段 娇媚了声音 求得男子垂怜 通过男人拥有尊容 地位和权势 即便我是公主 也一样逃不开这样的宿命 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 都在讨好取悦父皇 没道理我能不受影响 这种环境影响下 任何一个同龄的女子 都变成了竞争者 她的优秀 会吸引寥寥无几的精英男性的目光 那么将她打压下去 就成了许多女人共同的任务 剧情中 我是恶毒女配一 还有恶毒女配二 三 四 我们制造麻烦 而陆玉璋解决麻烦 赢得美人心 报得美人归 而这爱是真实的吗 故事在皇帝与皇后大婚 共享天下中结束 可我总觉得 这些笑话 便如杜贵妃 看似赢了太后 让父皇接她进了宫 可她在宫中 依旧斗来斗去 尚有太后的贤物 又有母后压制 下游被父皇 因各种原因 纳入后宫的妃嫔 即便他们无宠 可也终究是父皇 一次次不坚定的证明 反而我穿越者的父皇 他能一次次坚定的 将那些让他选秀内飞的声音 反击回去 他当政十年 宫中没有一个心路的妃嫔 那十年 才是后宫真正安乐祥和的十年 可见万恶之音 尽在父皇 我看着宋婉希 也毫不矫情地点头 的确有求于你 帮我制几种药 我需要随身带着 这个不违背良心道义吧 宋婉希笑了 我也笑了 她喜欢制药 在山野间 没有好药材练手 在国公府 终究不是自己家 可在我这里 她有无数药材用 而这些都是 我做生意得来的钱财 仔细分析过剧情后 我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时代变迁 每种时代变化下 都会有新的赚钱的机会 我在其中遨游 乐此不疲 宋婉希制药的手艺剑长 萧绍很兴奋 时常跟在她身边 看她如何制药 宋婉希也很有耐心 有问必答 顺便交给萧绍许多知识 农人如何耕种 猎户如何设陷阱 药农又是如何试弄药材 春华秋时 冬求下葛 每一样物件从生到死 都有她的来历和归处 在她口中 天地格外广大 我和萧绍都被吸引住了 故而 那一日 父皇在我宫外助力良久 我都没能及时发现 父皇目光深沉地瞧着宋婉希 墓中竟然有了惊人的欲望 远离了杜贵妃情爱的束缚 她似乎发现了年轻女子的美好 是时候将杜贵妃接回来了 只有她才能克制住父皇 十四 德公公红着眼睛 将杜贵妃在尚书府的惨状 一一描述给父皇 什么没有新衣服穿了 每日抱着父皇刺得欲如意 悄悄流眼泪 对静懒梳妆 憔悴一见宽 父皇眼睛红了 杜子国怎能如此刻薄 那是他亲妹妹啊 雪妃是杜尚书的亲女儿 妹妹和女儿比 父皇连心弱小的心又泛滥了 他连声呼唤着将杜贵妃接回来 德公公有些为难 去接娘娘的人派谁去呢 娘娘一向骄傲 若是没什么身份的人去接 丢了娘娘的面子 总不能陛下亲去 那也太过隆重 让荣华去父皇指定了我 我带着旨意出宫了 宋婉溪陪着我 而陆玉章负责开道 两人目光相接 只彼此轻轻点头 便在没有任何表示 我满意的笑了 我干得不错 剧情中两人这时已结下生死之交 但如今他们还素不相识 但我没有想到剧情影响如此强大 接了杜贵妃回城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刺杀 陆玉章明明冲我而来 想要救我 阴差阳错 却一把抓住了宋婉溪 两人都错愕地滚落在一边 而我狼狈地一滚 堪堪躲开致命一剑 陆玉章再次冲过来 才护住了我 可杜贵妃就没那么走运了 她被人刺中了胳膊 眼见要一剑封喉 我将她狠狠一拉 拉到了宋婉溪的身边 我想清楚了 关键时刻 只有靠着女主才能保命 宋婉溪仗义地护住我 陆玉章成功擒拿住刺客 当着杜贵妃的面 卸掉刺客下巴 拔掉她口中毒牙 这才开始审问 很利手段之下 刺客招供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主人叫那人竹山先生 杜贵妃变了脸色 旁人不知道竹山先生是谁 但我熟悉剧情 却知道父皇 杜贵妃 杜子国三人年轻时候 各自都给自己取了个雅号 杜子国的雅号 便是竹山先生 除了他们三个 旁人还真不知道 竹山先生这个称呼 如今 这称呼从一个刺客口中说出来 对于杜贵妃来说 无疑是致命一击 这意味着 她被杜贵妃放弃了 她的哥哥 把宝压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 毕竟杜雪夫年轻 娇嫩 有孕在身 一个年老色衰 无法孕育子女 一辈子也不能当皇后的杜月如 对杜贵妃来说 没用了 杜贵妃恍惚地流着泪 我和宋婉溪骑在马上 让她在马车里静一静 下马车时 她以一脸平静 向我借了梳头宫女 将自己打扮一心 紧接着 便不顾手臂的疼痛 如少女一般提着裙子 飞奔到父皇的宫殿 她如乳燕头林一般 急切地拥抱住父皇 哭诉着自己的思念之情 紧接着 便晕了过去 这一晕 就被太医查出来 贵妃娘娘中了毒 这毒再多喝几天 怕事就要香消玉云 父皇震怒 杜家倒霉 杜雪芙挨罚了 而我和宋婉溪 都被父皇奖赏了 你看 女人没爱情 就会长出脑子 真是一件好事 而男人看到了爱情 就会多喜欢上几个女人 这是一件坏事 宋婉溪有点危险 我本想留她在身边一年 但如今 却要趁着父皇将目光 放在杜贵妃身上的时候 将她尽快送出宫 十五 送她出宫的前一晚 我与她抛去身份 在夜空下屋顶上 把酒言欢 她说 公主 你是个好人 我从前对你抱有偏见 总以为所有的贵人 都视人命为无物 但你不一样 你有真知灼见 能洞察将来 我从未曾见过一个女子 如你这般果敢聪慧 我很抱歉 曾经将你想得不好 我满心欢愉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不是你的错 是这世道的错 这世上的许多贵人 的确如你所说 草菅人命 罔顾国法 你是医者 恐怕见多了种种不公之事 但总有一天 我会改变这一切的 如何改 她眼睛亮晶晶 我喝了一口酒 让人人都成为宋婉溪 人人都成为宋婉溪 她喃喃自语 宋婉溪自幼孤苦 但幸而遇见了一生 被她捡回去 当作女儿一般养 她有气节 有智慧 有能力 有手段 若有朝一日 天下女子都如宋婉溪一般 那么 这天下就是有公道的所在 我又指着偌大的宫殿 让她看 我守所指之处 是杜贵妃的凤丸宫 和杜雪佛的横指殿 你看那里 看到了什么 宋婉溪稍加思考 迟疑地答道 天下最受宠爱的两个女子 我笑了 若是最受宠爱 又怎么会是两个呢 世人都叫那里是温柔香 可那里的刀光剑影 却不比任何一场战斗差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金插环配 还是绫罗绸缎 朱差带满头也不过十几只 绫罗绸缎再珍贵 也只能穿一身在身上 明明他们也有思想 有主见 香香软软 也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可偏偏他们能做的 只是去争夺一个男人的宠爱 而男人的宠爱 带给他们的除了外物 再没有什么 他们争来争去 就算登上高位 也只能一辈子守在这四角弓墙里 替他们享受无上尊容的是 他们的父兄子弟 跟他们其实没有一文关系 可一旦家族凌落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又是他们 你再看看那里 这一次我指的是冷宫方向 你知道那里关过多少 是宠的妃子吗 进宫建成百余年 那里关进去过二百多位妃子 真正犯了错的不足三成 大部分是受了家族牵连 被关押进去 荣华富贵他们想了 可被骂妖妃 霍水的却是他们 更可怕的是 连他们自己都这样认为 明明不该如此的呀 宋婉希沉默了 殿下 我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我看着遥远星空 淡淡道 你该好好想想了 宋婉希 你该想想你的将来 是做下一个医生 还是做某一个人的夫人 若你做了某一个人的夫人 那么 将来你所有的丰功伟绩 都是你夫君的 人们提起 你不会说一声宋婉希如何如何 而是会说 某某人的夫人无比厉害 你会被模糊了姓名 没有了声音 相貌和来历 只能在某本医书的缝隙里 提起你是某宋氏 若你更厉害一点 制作出一味药剂 可以流传百事 那么 你猜 那药剂会被冠以谁的名字 是你宋婉希 还是某一个男人 我站起身 神色悲悯地看着他 他眼角微红 懂了我的话 公主 女子没出路了吗 有的 将来一定会有的 但目前 宋婉希 你要擦亮眼睛啊 不要被一点小恩小惠打动 不要被外物所迷惑 衡量人生价值的 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而是看不见的东西 时间 精力 爱和信任 这些才是真的 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的 16 宋婉希离开了 偌大的公围 只剩下我与萧绍相依为命 她到了该读书的年纪 父皇还没有为她安排太妇 杜贵妃和杜雪芙 斗得你死我活 父皇已经有很久 没去看过杜雪芙了 听闻杜雪芙气得 差点动了胎气 等杜贵妃站稳了脚跟 想将萧绍接回去 萧绍抱着我的胳膊 哭得一抽一抽的 我很心疼 看向杜贵妃 她脸色苍白 避开我的目光 悠悠道 我会对她好的 那件事让我明白 孩子才是最要紧的 我一身融入以后 都在她身上 我会学着做一个好母亲 她有自己的母亲 萧荣华 别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不会收拾你 我笑了 笑得怜悯 杜贵妃怒了 放肆 杜贵妃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不能生 闭嘴 你闭嘴 杜贵妃突然发疯 孩子 是她心头的刺了 我一声长叹 人们都说 太后是个好人 难道我就是恶人吗 我陪着陛下出生入死 为她筹谋 为她跪着求父亲 为她忍受种种刁难 还为她一记药 毒死了黄爷爷 杜贵妃惊恐地看着我 失了声 她一步步后退 惊恶我知道的 为何如此多 其实不难猜 宋婉希告诉我一些 从剧情中知道一些 便能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宋婉希的师父 是一代医圣 但医圣是拿药材养出来的 不是凭空随随便便的来的 天下药材最多的 便是皇宫 她来到京都 进入皇宫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黄爷爷 竟然中了毒 她只是神色微变 就被人盯上了 最后不得不假死脱身 此事 太后应该有所察觉 所以 在杜贵妃要入宫的时候 她才如此决绝地制止 因为 若杜家敢毒死黄爷爷 那么 总有一天 也敢对父皇下手 杜贵妃只要生下孩子 杜子国恐怕也会让父皇 悄无声息地死去 可怜 父皇根本看不透 她和杜贵妃 或许都是恋爱呢 可以为了爱情 生生死死 不能允许自己纯洁的爱情 被质疑和玷污 但杜子国不是 她是野心家 一个无比清醒的野心家 她家祖孙三代都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杜贵妃仓皇失措 转身就走 只要她去向父皇告状 我的死期恐怕就到了 我淡淡道 杜贵妃 生出自己的孩子 可惜啊 你说什么 她骤然停步 猛地转身 我举起一枚药丸 平静道 太后不让你入宫 真的是怕你吗 还是怕你身后的度假 若你的父兄 当时真的为你考虑 他们会自请离开京城 安安生生做个傅家翁 按照父皇的秉性 不会对他们不好 可偏偏 你父兄选择了高官厚禄 你以为爵子 要是太后出给你的难题 你错了 那是太后出给度假的难题 你的父兄 为了自己的前程 早在二十年前就放弃了你 你骗人 那你知道太后是谁家女吗 我冷眼相看 杜贵妃哑然 我一步步上前 走在距离她一步路的地方 轻声道 太后是天下文明的赵家女 她的家族是百年世家 她与皇爷爷相识后 彼此钟情 却格外克制 掏情断爱 自请为你 但她的父亲疼爱太后 果断此官 带着全家离京 开办书院 教书育人 这才是真正疼爱女儿的家族的做法 而不是明知皇室 忌惮外妻专权 却偏偏既要又要 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这解药给你 但萧绍要留在我身边 尚林安也请你不要再刁难 那些女子一生无恩宠 你远远比不过你 请你放她们一条生路 不过 贵妃娘娘 杜家已经有了杜雪芙 她们是不会让你生下孩子的 你好自为之 我牵着萧绍的小手 转身离去 我能感受到 背后杜贵妃的目光 格外刺目 她从尺间逼出几个字 你再挑 波 离 剑 我笑了 是啊 是非成败 总是要留给后人评说的 十七 杜贵妃得了解药 对我宽容了许多 我可以自由出入宫围了 我查了陆玉章的牌班 知道她的行程 便常常让她带着我出去玩 于是 在南主陆京的地方 总会发生各种意外 我们遇见了被人暗算的侯爷 陆玉章救人 得到感谢的是我 多谢公主相救 微臣感激不尽 这枚玉佩还请公主拿着 若有需要 公主可来找微臣 我自然地回礼谢过 坦然接受了对方的信物 陆玉中毒的小将军 陆玉章负责引开敌人 我拿出宋婉希作的解毒药丸 塞到了小将军的嘴里 对方睁开眼睛 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我 对我露出了感激的微笑 很好 深情难尔的救命之恩 他该不会忘恩负义吧 后来 还遇见了异国的王子 他本该与陆玉章 做拜靶子兄弟的 但我在发现他的身份的时候 第一时间让陆玉章将人拿下 关在了大理寺 又说 洞父皇让人拿着这位王子的画像 从他的国家那里 换来了无数的钱财和好处 此事竟成了父皇在位时 为数不多的功绩中 最值得称赞的一句 王子被释放的时候 恨恨地盯着陆玉章 恨不能杀之而后快 我躲在人群中 悄悄地装死 嗯我得了 愁落在陆玉章的身上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陆玉章感觉到不对头 因为他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而他得到的感激很少 报复倒是不少 他奇怪地看着我 悠悠道 微臣总觉得 殿下有事瞒着我 他其实想说的是 和我一起出去 总是很倒霉吧 嗨 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男主 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机遇 旧下重臣 对将军有恩 和一国王子交好 还有一个医生弟子的未婚妻 这些都是剧情中他的根基 但现在都没了 怪谁呢 只能怪这是道啊 毕竟和高位者在一处 低位者做的再多 都是高位者的功劳 我所做的 只不过就是站在他的身边 仅此而已 靠着这些恩德 我顺利为萧绍 请到了文明天下的何先生为太傅 父皇文言大喜 毕竟 这是从前他都请不来的智者 他对萧绍更看重了 他在宫中大发脾气 打骂了几个宫女 连花莹都挨了打 7月15的时候 下了鱼 花莹举着伞 站在脚门处呆呆地出神 连我站在他身后 他都不知道 我打开脚门 站在了宫道上 当年一强之格 父皇摔在这头 花枝摔在那头 父皇的脑后流出了血 花枝的额上流出了血 都很红 这红色隔了十多年 依旧没有褪色 因为我们都记得 末哀过后 我们各自离开 擦肩而过的瞬间 花莹低声道 杜雪芙动手了 你疼吗 我问 花莹愣了愣 笑了 不疼的 奴婢好开心 你保重 三日后 杜贵妃的药扇里 再次发现了绝子药 他大哭着质问父皇 陛下 为什么哥哥还不肯放过我 当年为了度假 我自愿喝下绝子药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转机 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女儿 还要再害我一次 难道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吗 父皇心疼急了 进了杜雪芙的族 还借着一件小事 惩治了几个度假旁之 杜子国急忙进宫请罪 他请完罪后 拜见杜贵妃 阴森森道 没了度假撑腰 你什么都不是 你以为搬倒了度假 你会有好日子 这是正式撕破脸 杜贵妃看着眼前 无比陌生的哥哥 只面无表情道 你做出一 我做十五罢了 我没有那么心胸宽广 可以以德抱怨 杜子国拂袖而去 然而 他刚出宫 就被陆玉璋当场捉了 他破口大骂 皇口小儿 老夫有从龙之功 你敢捉我 待老夫上告陛下 必杀数字以解恨 陆玉璋面无表情地宣读圣旨 圣旨说得明白 杜子国贪腐 造成建在隋阳的皇祠倒塌 倒塌之地露出一块巨大牌位 上面写 木土之灾 为祸千里 黎民之血 苍天不受 隋阳是萧氏先祖起家的地方 故而 皇家祠堂有两个 一个在京城 另一个便在隋阳 杜子国领命修建皇祠 祠堂却一招坍塌 这个罪过 说动摇了皇朝 根本都不为过 圣旨中还说了一件事 那便是联合又决堤了 上一次 联合决堤是杜子国贪腐 穿越而来的父皇 想要狠狠地惩罚杜子国 杜贵妃于死网破 推倒父皇 让杜子国逃过一劫 那次的事情 父皇轻轻接过 拨了款项 让杜子国重修地案 但贪官就是贪官 过手的银钱不拿 似乎就活不下去 于是 时隔五年 联合又决堤了 而这一次 决堤的河中 涌出一块大石头 上面写着 杜氏不死 联合不宁 两件事情并发 连老天爷都帮不了杜子国了 烈火烹油一般的杜家倒下了 全族抄家 九族斩首的斩首 流放的流放 杜贵妃听闻消息 失魂落魄 我没想如此的 我没想的 爹 娘 哥哥 他向宫外冲去 却被侍卫拦住 他又冲向御书房 跪在门外哭喊着 御书房里很是尴尬 因为御书房里 还跪着几十位大臣 杜贵妃错怪父皇了 父皇不想杀杜子国 可这几十位大臣 却联合皇族宗室 拿出了宗法压制父皇 若父皇非要一意孤行 今日不是死几十个大臣 便是另立新君 那道的可是皇祠啊 但凡不是皇祠 杜子国都能逃过一劫 大臣们铁了心 生怕父皇耳根子乱 受了杜贵妃的蛊惑 硬是在御书房里跪了父皇一天 杜贵妃失望透了 他狠狠给了父皇一耳光 哭 你只知道哭 当初你弄不过太后 弄不过大臣 如今也护不住我家 你这窝窝囊囊的样子 哪里像皇帝 为什么我会看上你 为什么 没人知道答案 爱的时候无比爱 恨的时候也格外恨 两人从爱旅到怨偶 也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就在这时 德公公跌跌撞撞的闯进来 陛下 雪妃娘娘小铲了 什么 父皇惊了一下 一口血喷了出来 杜贵妃被吓了一跳 身下流出了一抹血红 十八 一夜之间 杜贵妃小铲 杜雪佛小铲 父皇急怒攻心 卧倒在床 太医来了一查又一查 父皇始终不见好转 我不知道他是在 背伤杜贵妃的孩子 还是背伤杜雪佛的孩子 可能都有吧 但无所谓了 杜贵妃和杜雪佛 都不在乎他了 劝父皇立太子的折子 又装了几箩筐 父皇颤抖着嘴唇 这些宁臣就见不得正好 朕迟早被他们气死 父皇还迟迟下不定决心 立萧绍为太子 可这个时候 萧绍也病了 因为有人告诉他 李财人死了 尚林安又高又冷 在龙山之巅 那里常年雾气环绕 进出极不方便 尼工们需要自己砍柴 担水 生火 做饭 李财人砍木头的时候 不小心落入猎人的陷阱 被夹住了脚 等被人发现的时候 尸身已经凉了 萧绍文之消息 哭得伤心欲绝 转眼就病倒了 这病来得又急又快 很快 人就浑身出疹子 高烧不退 父皇终于良心发现 来看了一眼 等太医说 是急症 会传染 他又一脸会气得离了好远 萧绍挺了七天 闭上了眼 他小小的身体变得冰冷 太医建议赶紧送出宫去埋了 免得一病在宫里传开 当天夜里 他就被人装在小小的棺材里 抬了出去 宫中一连失去了三个孩子 父皇伤心欲绝 说 这难道是上天在惩罚朕吗 我一个健康的主子 群臣慌了 开始上书 父皇从旁之找几个孩子养在宫中 将来好选一个立位太子 而这个时候 母后回宫了 与他一同回来的 还有几个被贬斥罢官的老臣 那些老臣一回来 就四处拜访官员 游说明示 等到上朝那日 母后端坐在龙椅旁的凤座 而我则视力一旁 大臣们感觉不妙 却还是照常上书询问立太子一事 被罢官的老臣们沉默不语 母后也沉默不语 而那些大臣则争论不休 未选齐王之子 还是赵王之子闹得不可开交 偌大的金鸾殿像在菜市场一样 我默默地记着众人的言语 从中判断 他们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边 两久 母后拍案而起 冷身喝道 你们真当陛下后继无人了吗 五年前 陛下曾亲口说过 他的继承人无论男女 才德兼备者 可具太子或太女之位 你们都忘了吗 众人一愣 目光忧深地放在我身上 如今 诸位大人荣华在此向诸公行礼 恳请诸公助我一臂之力 可 可 你是女子 我笑了 女子又如何 他们怒了 女子为帝 闻所未闻 聘机私沉 霍乱朝纲 定然天怒人怨 女子如何绵延子嗣 生出来的孩子是异性人 萧氏江山难道要亡与女子之首吗 臣等只尊陛下旨意 若无陛下旨意 便以祖宗规矩办事 我一条条反驳 远古时期 便是女子为尊 江元旅居人足迹 而生周朝祖先 周以姬为姓 便是最好的名证 秦祖先女修吞玄鸟之卵 生下大业 为营氏 营字中间亦是女子 江 姚 安 燕 楼 落街为女性 朱青口口声声 从无女子为帝 何以看不见 你们本就但于女子腹中 再者 女子生下的孩子 才能保证血统纯正 男子当真能保证吗 便如赵大人 听闻青家子与青长相 毫无相似之处 青可能确认 那孩子就是青之子 反对最激烈的赵大人 冷声道 陈滴血认亲过 那孩子与陈之血 迅速相容 毫无宁致 哈哈哈哈 滴血认亲 来人 端一碗水来 很快 有太监端来水 在我言语刺激下 赵大人与那太监 各自滴入一滴血 两滴血很快相容 太监吓坏了 看着赵大人惊恶不安 赵大人 咱俩年岁相当 你不可能是我爹啊 我 我更不可能是你爹了 我十一岁就入宫了 赵大人面红耳赤 胡说八道什么 这碗水有问题 我冷笑道 这水的确有问题 只要本宫愿意 可以让天下 任何两个人的血相容 同理 即便是亲生父子 本宫也有办法 让两人的血永不相容 赵大人 你还觉得 男子可保证血统纯正吗 这 嗨 赵大人一甩袖子 休脑不已 我笑道 身为男子 想分辨孩子是否自己所生 毫无办法 可女子肚子里生出来的 便一定是自己的孩子 赵大人还是回去查查 那孩子到底是谁的 若查不出来 本宫可助大人一臂之力 赵大人再也待不下去 甩袖 负气离去 而我又看向众人 目光一一扫过 笑容意味深长 许多人不禁低下头去 汗流加倍 其中一人挺身而出 公主不必为难我等 只要有陛下旨意 臣等绝不再说二话 不错 臣复义 臣复义 一时间满堂复义之声 他们知道这五年来 父皇有多艳增我 有多不将我与萧绍看在眼中 根本不可能将皇位传给我 可他们失策了 他们不知道 母后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母后拍案而起 从袖中霸气地拿出一个卷轴 高声冷喝 小得子 宣指 德公公快不出来 动作麻利地打开圣旨 朗声念叨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镇之长女荣华人品贵重 身孝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这既镇登基 即皇帝位 圣旨宣读完毕 殿中一片混乱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圣旨是假的 德公公韩孝将圣旨拿下去 一一传阅 所有人都呆住了 因为圣旨本就是真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圣旨就藏在佛堂的梁上 我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岁月 熟悉那儿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佛堂的梁上 曾爬进去过一只梨奴 无聊的岁月里 我拿着食物引诱他下来 他一个跳跃 抢走了吃的 却报恩一般地将圣旨撞了下来 我微小的野心 在看过这张圣旨后 迅速滋长了起来 原来父皇觉得我可以当女帝 原来他那么的喜爱我 那么的认可我 原来他也曾害怕自己 突然穿越而来 忽然有一天 也很可能穿越回去 故而做了种种安排 他那么好 那我更不能让他失望了 我一点点地谋画着 想着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女主 如何才能为天下女子 另寻一条出路 想来想去 发现只有自己 如父皇所说那般登上高位 才能有可能 在这封闭的时代 做出一点什么 而今天 我来了 走了五年的路 终于在今天到来了 圣旨传阅完毕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反对 有人沉默 也有人发声 陈等谨遵陛下旨意 陈遵旨 越来越多的人附和 终于最后一个站着的人 跪了下去 我在母后的注视下 坐上了龙椅 母后笑了 德公公笑了 那些曾被罢出的老臣笑了 可我笑不出来 看似我赢了 其实并没有 他们屈服的是 五年前父皇留下的一道圣旨 是对父权的肯定和尊崇 而不是因为我本人 但只要我再位一天 便会一刻也不停歇地 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十九 登基那日 我头戴免官 身着悬衣 一步步登上宝座 四周群臣叩拜 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击败先祖 忙完点仪 我缓步去往后宫 杜贵妃闹腾着要见我 我带着花莹依然前去 她一见我 便大骂乱臣贼子 她是你父亲 又如何 我忍不住笑了 贵妃该庆幸 我不愿败坏 我曾经的父皇的声誉 不然 如今父皇的名声 可该不好听了 你知道还如此对你父皇 简直畜生不如 贵妃 生恩不如养恩大 只管生不管养的 才叫畜生不如 她愤然不语 杜贵妃一把掀开她 向着我身后的花莹求救 花莹 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 求求你 看待主仆一场的份上 向陛下美言几句 放了我 她咚咚磕头 却被花莹一脚踢开 如她曾经踹翻无数宫女那般 她惊恶不已 面容扭曲 又很快收敛 变得一脸谄媚 花莹定定地看着杜贵妃 冷声道 当年脚门处 娘娘推倒了陛下 还顺手杀了一个小宫女 娘娘可记得那小宫女的名字 杜贵妃显然没了印象 她冷冷道 一个贱婢而已 死就死了 花莹被弃笑了 可尊贵的娘娘 杜家就是我们这些贱婢 在后面推波助澜 才全家灭族的 是 咦 杜贵妃回过神来 她的眼眸从震惊 渐渐变得不可置信 又变得恨不能杀了花莹 她一定想明白了 想明白为何杜贵妃会 莫名其妙和父皇滚在一起 为何自己会被送出宫 久久不见父皇来接 为何父皇明明喜欢的是她 却还是会再次上了杜贵妃的床 甚至 再往前推 吉吉宴上的刺杀 恐怕都有猫腻 再往后推 从杜家反攻时 莫名其妙的刺杀 被当着她的面 严刑拷打的侍卫 以及杜贵妃的陷害 和她的怀孕 一环环阴谋诡计 让密不可分的两个情人 有了隔阂 猜忌 最终互相利用 满盘皆输 她愤怒地扑了过来 是你是你们 为何要害我 为何 我只想让我的萧郎回来 有错吗 有错吗 几个嬷嬷将发狂的杜贵妃摁住 她死死地瞪着我们 一脸癫狂 我淡淡道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你看到的只有父皇 我看到的除了父皇 还有黎明 你喜欢的究竟是父皇 还是父皇的权势 带给你的便利 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想 我转身离去 花银冷声道 娘娘 你有一辈子的时间 记住我姐姐这个小人物的名字 她叫花枝 香花银满汁的花枝 她紧跟我的脚步 一起走进融融的阳光里 身后传来杜贵妃咬牙切齿的声音 我不会如你愿 杜家女宁可以死 也不会狗活人事 不 姑姑 我想活 求求你让他们放了我 求求你 杜贵妃拧断了她的脖子 杜雪佛软软地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片刻后 一具尸体躺在华丽的凤鸾宫 从此 一个新的冷宫诞生了 父皇闻之消息 呵呵几声 瞪大双眼一口气没喘上来 晕了过去 无数太医触摸她寝宫 一碗碗汤要灌下去 父皇始终半死不活 我守在殿外 忽然 天上一道彩云笼罩天空 我若有所感 急忙守在父皇身边 便看到这个憔悴的男人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目光迷茫了一瞬 便温柔地注视在我身上 原来是 我的荣华呀 你长这么大了 真好 真好 你终于是个大女 煮了 她的声音随着手一起砸落在床 我惊叫出声 瞬间泪流满面 御医在抢救 母后匆匆而来 却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 她隐忍多年的眼泪 如绝地一般汹涌而下 急急赶来的大臣面面相去 不明白为何先前还无比冷漠的 我和母后如今这般悲痛欲绝 只有那些曾经被罢官的臣子 似乎领悟到什么 也一起红了眼睛 世事沧桑 悲伤满怀 能一起化凄凉的那个人 终究永远不在了 二十 父皇忌日的第一年 我出宫拜祭 等到达地方 一对母女以牵着手 在灵院外等着 曾经的理财人 如今的李廷兰牵着儿子的手 摇摇向我招手 改名为李少的萧绍 飞奔而来 扑进我的怀里 甜腻地叫着 姐姐 姐姐 我搂住他 看向他身后不远处的何先生 何先生看向李廷兰的目光 格外温柔 李廷兰微微红了脸 躲躲闪闪 李少悄悄在我耳边道 我想让何先生当我爹爹 可娘亲不愿意 说要为父亲守三年 可父亲有什么好的 我想不通 这个小可莲 从没享受过一天 穿越着父皇的爱 所以不知道他的好 可我都记得 会一辈子记得 我笑 那你可要好好学 若你不好好学 你娘会认为先生没本事 故而赶走先生 李少点头如捣算 我松了一口气 内心很感谢孙婉希 我自身才能顺利逃脱 可他研制的 无丝毫后遗症 李少如今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祭拜完毕 互相拜别 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前方京城 偌大的江山等着我治理 我越马扬鞭奔向那里 不求功在千秋 只求活在我之下的黎民 在当下能过得很好 很好 二十一 亏元三年 女帝在宫中设女官 女官在宫中任职满三年 可则优下放至地方为官 此制度初时被极力反对 然而多年后 那些女官各凭本事做出政绩 一步步声往京城 其中出了许多能成干将 为后人所称道 因女子可为官 可振兴家业 宋女子读书者越来越多 亏元五年 宋记制药研制出可解封寒制药 就无数人性命 宋记家主宋婉希 被人称送为活菩萨 朝廷嘉奖 封她为仁义侯 为皇朝第一位女侯爷 此举大大提高了女子地位 女帝特班旨意 繁民兼有能人者 不论男女 一经认定 皆可获得朝廷嘉奖 昆元六年 女帝在各地新修刑法碑 将律法课于碑上 命人大肆宣扬律法 民众之律法 以此驳斥权贵 权贵多有所收敛 民间风气为之一心 昆元九年 后来的后来 人们称此为昆元盛世 全文完